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叶正峰老师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是期望值 期望值这个东西可以帮助我们 在做一些决策的时候 去衡量什么样的决策 到底是比较有利益的呢 在开始进入正式的定义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来让我们感受一下期望值到底是什么东西 首先我们现在有一个情境 就是一个彩券的购买问题 今天假设有两种彩券 A彩券总共贩卖100张 B彩券卖200张 它的奖项如同下列所赐 如果说售价相同的情况之下 我们应该要买哪一个才会比较有利呢 首先A彩券的部分 它其中100张里面有5张是有1000块的 有7张是有500块的 有10张是有200块的 那B彩券的部分呢 则是有6张2000元 2张1000元 30张200元 我们现在要想 就是我们应该要去买哪一个彩券 如果它卖的价钱是一样的 我们买哪一个彩券会比较有利呢 那这边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子 因为它的总奖金 不管是哪一个彩券 应该是固定的 如果我可以去计算说 平均一张可以获得多少奖金 用这个方向来衡量的话 我可能就可以比较出一个优劣的一个顺序了 对不对 所以首先A彩券的部分 总奖金它1000块的有5张 所以是1000乘以5 加上500块的7张 500乘7 再加上200块的10张 200乘以10 我会发现这100张彩券 总共的奖金会有10500元 那我们今天如果要算 平均一张可以获得多少呢 就是把它除以总张数100 就会得到A彩券 平均一张可以获得105元的奖金 那再来就是轮到B彩券的部分啦 B彩券的总奖金 会是2000块的6张 2000乘6 加上1000块的2张 1000乘2 再加上200块的30张 也就是200乘以30 算出来总奖金是2万块 虽然以总奖金来看 它是比A彩券要来得多 可是因为B彩券 它的发行量也比较大 总张数是200张 所以我们应该要去算 平均一张是多少 就是2万块去除以200 得到B彩券 平均买一张 会获得100块的奖金 跟刚刚的A彩券的105块比较起来呢 A彩券一张的奖金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两种在售价相同的情况之下 我们应该选择A彩券来购买 会比较有利 那这边呢 我们想要延伸来讨论一下 我们刚刚A彩券的 一张平均一张的奖金呢 我们的计算方式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1000乘以5 加500乘7 加上200乘以10 这是总奖金的部分 去除以总张数 我们是这样去做计算的嘛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如果换一个式子 就是如果把它看成1000块 一开始的乘以5 它会除以100嘛 就把它拆成1000乘以5% 这是什么意思呢 5%就是总张数的100张 分之5张的1000块 也就是说5%就是 你今天买一张彩券 可以得到1000块的几率 对不对 那接下来第二个部分 仿造一样的模式 我把它写成500乘以7% 其中的7%就是说 100张当中有7张会有500块 也就是买到500块的几率是7% 然后最后一个部分 一样的讨论方式 200块的 买到200块彩券的几率 应该会是100张中的10张 也就是10% 我们把它整理成这个式子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说 原来我们今天去买一张彩券 所预期我们可以得到的奖金呢 应该会是每一个奖项 去乘以它所对应的几率 去做加总 也就是1000块去乘以 我买到1000块的几率 加上500块乘以 买到500块彩券的几率 最后加上200块乘以 它对应的几率 所以我们期望可以获得的奖金 就是所有可能的奖金值 去乘以它的对应的几率 然后全部来做加总 去做计算 而这个观念呢 就跟我们期望值的定义 非常的类似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期望值的定义 如果说有一个事件 它所有的可能值呢 是S1 S2一直到SN 总共有N个可能的值 而这N个数呢 它所发生的几率 分别对应到P1 P2一直到PN 那我们会发现 它既然是所有可能的值 所以它所有的几率相加 应该会是全几率 也就是1的部分 那这边 事件X的数学期望值 或者我们简称为期望值呢 就可以表示成为以下的样子 根据刚刚 类似于期望奖金的概念 它的期望值呢 X的期望值 首先我们会表示成为E of X 这是它的代号 那它会等于什么呢 会等于每个可能发生的值 乘以它所对应的几率 全部来做加总 也就是 S1乘P1 加S2乘P2 一路加到 SN乘PN 也就是把每个可能发生的值 都乘以它对应的几率 最后把每一项来做加总 写成Sigma的样子 也就是 I从1到N 我要去加总所有的 SIPI 这就是我们期望值的定义 那我们来练习一个题目了 今天如果说值三个硬币 出现三正面可以得到20块钱 两正面可以赢10元 一正面可以赢5元 为了公平起见 也就是说 我今天创造这个游戏 我想要让它的金额的期望值 是0元的话 我应该在出现三反面的时候 应该要输多少钱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一开始假设 我们丢三个硬币 出现三个反面的时候 假设要输XS元 我们就把所有可能赢得 或者是输的金额 整理成下面的表格 我们来看 首先题目说 三正面会获得20元 对不对 也就是得款数是20的状况 它所对应的几率呢 我们顺便来做计算 也就是 你今天值三个硬币 每个硬币都有正或反 两种可能性 所以三个硬币 分母 样本空间的样本数 个数呢 应该会是2的三次方 然后分子的部分 三个正面 代表三枚硬币 都只有正面的一种选择 所以会是1乘1乘1 分子的部分是1 于是我们得到的就是 三正面 它出现的几率 应该是1八分之一 这是第一种情形 那第二种情形呢 它说出现两正面 可以得到10块钱 那几率方面呢 一样分母一样是2的三次方 分子你可以怎么样做想象呢 既然出现了两个正面 代表剩下的那一个是反面 对吧 所以你可以想象 反面分别出现在 第一个 第二个 或第三个 有三种可能性 所以出现两正面的情形呢 就会有三种 得到的几率就是八分之三 而第三个情况 出现一正面 会得到五元 出现一正面 也就是一正两反的情形 讨论方式呢 几率跟上一个类似 既然三个里面 会有一个是正面 就有三种硬币的可能性 对不对 第一个正面 第二个正面 或第三个正面 其余为反面 所以分子的部分 一样是三种 所以对应的几率是八分之三 最后 三个反面 假设要输为x元 所以得款数就是负x 那它的几率呢 跟三个正面 讨论相同 分母是二的三次方 分子只有一种 就是三个硬币 都要选择反面的 这一种选择 得到几率是八分之一 所以我们将刚刚的表格 再呈现一次 我们就得到了 每一种可能得款的数目 以及它对应的几率 那我们这个题目呢 我们希望 我们这样子所计算的 金额期望值要是零 所以我们就根据 我们刚刚期望值的定义 来做计算 分别会是 每一个得款数 乘以它对应的几率 去做加总 也就是 二十要乘以八分之一 加上十乘以八分之三 加上五乘以八分之三 最后再加上 -X乘以八分之一 我希望这个期望值是零 所以一项之后 我就解出来 X应该是六十五 也就是说 我如果要让这个 这个比赛是公平的话 我应该要让它 再出现三反面的时候 我的X是六十五 也就是要输六十五元 接下来 我们来做一个思考 请各位同学想看看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呢 就是有一个学校 它举行庆祝活动 然后抽了一名同学上台 并颁发五百块的礼券 那同学上台的时候 除了拿这五百块的礼券 另外还有准备两个信封 我目前知道 就是里面 其中一个有一千块 另外一个有两百五十块 然后最后 就让这位同学 选择 只要带这个五百块走呢 还是要去交换 其中一个信封呢 当然这个同学 事先是不知道 哪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千 哪一个是两百五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选择换 还是直接带五百元走呢 这边我们要怎么样 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其实可以从 期望值的角度切入 如果不换的话 你得到的钱就是五百块嘛 那如果换的情形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同学中奖得到五百块 如果换信封 是不是有两个信封可以选 各占二分之一的几率 其中一个会换到一千块 另外一个会换到两百五十块 所以今天如果是在换信封的 前提下的话 你获得奖金的期望值 就会是一千块 乘以它对应的几率二分之一 加上两百五十块 乘以它对应的几率二分之一 算出的结果是六百二十五块 也就是说 你今天换了信封 你的期望值是六百二十五块 比你直接不换 得到的五百块要来得多 于是我们就可以判断说 其实我选择换信封应该是会比较有利的 以上为今天的内容 我们介绍了期望值的基本概念 在后面的单元呢 我们会介绍期望值更多的应用 那我们下一个单元再见咯 拜拜 拜拜